政坛焦点来关心 2024在野党阵营酿南白河多时 终要在明天14号的时候先排谈判了 不过啊这个民众党的立场踩得非常的硬 坚决要辩论之后民调PK 国民党呢也不放软姿态恐怕很难有结论 而回顾2004年的大选呢 连战还有宋楚瑜达成共识 组成国清河 背后呢也是经过不断的切磋和协调 才能成功搭配 连战 国清河 回顾2004年大选泛蓝分裂 连战宋楚瑜达成共识 宣布国清河对抗民进党陈水扁 这一刻让支持者记忆犹新 但背后绝不是一蹴可击 我们双方一个礼拜内就宣布连宋配之后 一个礼拜内双方工作代表之后 就就就开始见面 刘慧雄办公室就被指定为 文宣方面的这个工作代表 然后一开始连战是指定书企 幕僚揭露整合密新 回顾连宋配由上而下大力推动 提前三年酝酿 耗费两年磋伤 选前一年才正式交往 而现在历史再度重演 2024蓝白和代表民众党谈判的 黄珊珊对战国民党阵营 金浦聪 鹰派与鹰派的碰撞还不是第一次交手 我们质疑今天的开票结果 废票高达33万张 今天票数的差距只有3万票 金浦聪主导废票联盟 黄珊珊担任联宋配的验票律师 黄金组合2024又成敌手 但民众党立场才死 传出号令党内加大宣传 民调PK压缩对方的喊价空间 但国民党姿态依旧白很高 我一直走来都希望 团结了在以的所有的力量 不管是哪一个党籍 甚至无党无派 大家都可以团结职会 下架勘服无能的民进党 闭门会议中间如何交锋就好 你加大业大就加大业大 可是你也加到中路 蓝白和怎么和14号正式摊牌 但比民调SOP怎么设计 互信基础薄弱 各怀心思 难以复制2004联宋配成功模式 谢谢廖凯成如一镜这么报道 永龄基金会的创办人 郭台铭曾经捐了200多亿 让台大兴建RE中心 也让病患抗癌之路 有更坚强的后盾 院方很感谢他的付出 而这一次郭台铭要独立参选总统 10月初的联署冲破30万份 也提出对台湾医护的证件 让不少医护人员对他寄予厚望 不再有人会因为癌症而失去亲人 因前其余弟弟届是癌症病逝 有切身之痛的郭台铭 花悲痛为力量投入医疗界 捐赠200亿以及医疗器材 给台大癌医中心是癌症病患最坚强的后盾 而他这次要独立参选总统 仍为医护解发生 强调护人员的付出与辛劳 与得到的收入明显不成正比 郭台铭10月初参选总统联署冲破30万份 针对险害医护提出四铁解方 包含运用人工智慧及时盘点需求 以及提升医院推动全责护理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医护人员的劳动条件 从郭台铭对于医界的贡献让医护们都看在眼里 这次参选总统将医疗与科技做结合 让外界对郭台铭未来之路都寄予厚望 姐张玄黄智杰台北报道